今天来做一个笋钢不一样的吃法 笋钢炒香钢 这是街上买回来的香钢 一条蒜 还有一点猪肉 提前泡了十几分钟的笋钢 把它倒出来 把香钢切薄一点 切好的香钢 用开水烫一下 这样炒起来不要滑一点 蒜切一下 炒起来备用 锅热先倒一点点油 出锅 水干 香钢比较容易熟 所以笋钢要先焖一下 加点水焖一下 笋钢让它继续焖 然后把香钢倒出来 笋钢焖了差不多五分钟 现在水快干了 来把香钢倒下去 加一点盐 少许的酱油 再加一点熬油 再加一点熬油 香钢非常容易熟 炒得太老的话口感就不好 炒两下就差不多了 把蒜倒下去 把蒜倒下去 起锅 香粉粉的下放菜 笋钢肉片炒香钢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轻 Yap 字幕提供 谢谢稿 热约 黄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